学后的柯主席没了包袱 经典歌曲一首接一首唱到过瘾 毕竟办公演唱会竞选期间也凭开唱 柯文哲已经不缺场 而台下观众也很捧场 狂拍没看过的柯主席模样 民众党为了竞选工作人员 和党公职的感恩参会 气氛超欢乐 一下子柯文哲外套都还没穿上 马上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也是老友上前迎接 因为参会地点就办在黄成国 经营的饭店 才邀请柯文哲参加自家集团委员的馆长 也受到出席 选举要翻页 民众党下一步 国会是重点 笑着没多回 但柯办回忆没有这决议 毫无所惜 或许党内还有不同声音 以致动向没确定 只是接下来民众党八席立委 在国会拥有话语权 对比柯文哲已没有公职身份 美岛电子报董事长 乌子佳就断言 柯文哲在5月20号之前 一定会和抢走光芒的黄珊珊翻脸 怎么看乌子佳说你必定跟柯文哲会吵架 对吴子佳的话不想多回 也传民众党组织人事调整 现任民众党秘书长周台竹 阶段性任务已完成 柯文哲有意找科办主任周虞修 扛下秘书长重任 对此周虞修表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